Hello 芒果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卡芒电影 我是小卡 今天小卡还给大家介绍一部奇幻恐怖片 韩塞尔与格雷特 女巫猎人 故事开始 韩塞尔和格雷克两兄妹被父亲送到了一片黑暗的大森林当中 父亲走后两人苦苦的等待 却再也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 之后两人在森林里找吃的 意外发现了森林中有一个糖果屋 屋子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糖果 两人吃的正起劲时候一个女巫爽了进来 看来这个糖果屋是女巫的巢穴 女巫生气的将糖果栽进韩塞尔口中 随后用魔法攻击两人 可是魔法却很意外的起不到作用 眼看女巫拿自己没有办法 两人便联手将女巫送进了火炉 就此逃出生天 多年过去两兄妹已经长大成人 不过依然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的父母 而韩塞尔也因为那次吃糖太多患上了糖尿病 时不时的就需要打一针移岛素维持生命 现在的他们成为了女巫猎人 专门打击消灭那些祸害人类的女巫 这一天一个小村庄里发生许多孩子失踪的案件 村长将来韩塞尔兄妹俩帮忙 赶到村里时刚好遇到一个当地官员 抓住一个金发女人 并且声称这个女人是女巫 只有伤死她才能免除灾祸 韩塞尔检查了金发女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魔法的痕迹 便强行把金发女给放了 不过这一举动却惹闹了官员 双方的梁子可以说是就此结下了 为了破解孩子丢失的案件 韩塞尔和格雷特决定一起去森林里调查 而当晚官员也花大价钱 找来的几个猎人 想要先一步找到丢失的孩子 这几个猎人很快就在森林里 遇到一个很厉害的黑女巫 猎人不敌黑女巫被一秒秒成渣 第二天一早呢 韩塞尔两人前往森林布下陷阱 引来黑女巫的手下 并且成功抓到了她 从黑女巫的手下口中 得知了孩子的踪迹 原来黑女巫想要抓捕 12个不同月份出生的孩子 然后用他们制作出一种 可以让女巫对抗火焰的妖剂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再也不用害怕人类的火焰 根据线索调查 韩塞尔两人查到 他们已经抓走了11个孩子 最后还差一个4月份出生的孩子 而符合这个条件的孩子只有一个 韩塞尔立马赶去救人 当晚呢 黑女巫赶来 到村子上空释放魔法 造成一片混乱 混乱之中 黑女巫抓走了孩子 害怕之前被抓到的女巫也带走了 官员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认为这一切都是村长和韩塞尔两人的错 并且一枪杀死了阵长 韩塞尔和格雷特来到森林中 追捕女巫 意外走散 格雷特遇到之前的官员和他的手下 格雷特不敌对方人多势众差点被玷污 好在森林里一个巨人及时出现 救下了格雷特 之后呢 韩塞尔在森林中一个破旧的小屋找到了格雷特 通过墙上的印记 他们想起来 这原来就是他们小时候的家 而房子的下面还有一间密室 两人正讨论密室的时候 黑女巫再次出现 还给他们讲了一个有关女巫的故事 多年前一个白女巫爱上了一个人类男人 两人生下了一对兄妹 不过黑女巫却惦记上了白女巫的心脏 因为要用白女巫的心脏配合小孩子的血液 才可以制造出永久抵抗火焰的药物 不过黑女巫无法打败白女巫 便怂恿了当地的人类去杀害白女巫 白女巫不能攻击人类 就这样活生生的被烧死 而白女巫的丈夫送走孩子之后 赶回去救人也被人类杀害 很显然 故事中的白女巫就是韩塞尔和格雷特两人的母亲 这么多年找不到父母的踪迹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个样子 黑女巫想要抓走格雷特 拿他的心脏制作药物 双方打成一团 结果格雷特被抓 韩塞尔也身受重伤 等到韩塞尔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金发女所救 再一看自己身上的伤口 居然这么快就愈合了 很显然 这个金发女也是女巫 而且是一个善良的白女巫 金发女告诉韩塞尔 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不会被魔法所伤 就是因为受到母亲的保护 而且黑女巫即将举行集会 到时候所有的黑女巫都会赶来接受药剂 如果到时候所有的黑女巫都可以抵抗火焰 那将一发不可收拾 很快 在韩塞尔和金发女准备好装备 带上加德林赶往森林深处 就在格雷特即将被杀的时候 韩塞尔及时赶到 两人拿着枪大开杀戮 女巫们逃得逃死得死 为首的黑女巫也逃到了藏果屋 双方再次达成一团 金发女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身亡 韩塞尔也糖尿病发 好在格雷特及时给她打了一针胰岛素 这才回过神来 最后成功杀死黑女巫 电影的最后兄妹两人再次 大赏消灭黑女巫的旅程 本片是根据童话故事改变而成 简单来说就是一对兄妹 为父母报仇联手打怪的故事 说是一部恐怖片 倒不如说是披着恐怖外衣的打怪电影 片中唯一的恐怖大概就是女巫了 大人看略显得有点幼稚无趣 小孩看略显得有点不合适 毕竟片中恐怖血腥的画面还是不少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